还没有分享之前呢,我跟你讲个笑话 有一个大学生啊,专读鸟内科的大学生 鸟内科,然后他是在复考他最后一个很重要的考试 他读了很辛苦,准备好了要去考试的时候 他就进了考场,就是在考场里面进了考场 教授呢,就把门关起来 然后摆在那个学生考试的桌子上 是25张鸟的脚的照片 然后呢,教授就对着这个大学生说 你要从这25张的图片,鸟的脚的图片里面呢 来告诉他是属于什么鸟类 然后那个大学生就很生气 不可能的,怎么可能看鸟的脚就知道什么种类 我觉得是太离谱了,我不考了 那个大学教授说,我是考官 我有权利来决定出什么考试 如果你不考的话,我给你fail 我给你不及格 然后那个大学生就很生气 不及格就不及格,我就不考了 然后那个大学教授说 好,如果你不考,你告诉我你的名字 然后那个大学生就拿起他的脚 然后揭开他的裤裆来说 你这么厉害,你猜看我的名字叫好吗 有时候啊,我们喜欢把自己的观念 自己的理念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搞到对方很辛苦 你自己也很辛苦 有时候我们应该啊,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 你就会获得很快乐一点 对方也很快乐一点 然后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 腓立品书第三章十三节和十四节 腓立品3.13-14 我们来读圣经和二本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十四节 向这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赐 来我们就糟糕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早上我求主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和属灵的耳朵 让在座的每一位的宋姨姐妹 能够有一个受教的心 能够看见主啊,你对我们说话 赐下你何时宜的玛娜 让我们能够饱足 让我们能够成长 让我们能够经历你 主我感谢赞美你 也恩告你的仆人 也恩告这个讲台 让我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从上面来的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那我们知道这本书呢 稍微讲个背景 你也知道菲利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书信 人在监狱里面 他不知道他面对明天将会怎么样 但是在这个时刻 他要报恕菲利比教会 一个很重要的事 他说只有一件事 一件事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向前 可是如果你来讲 你来讲 对啊 保罗 这边明明是两件事 忘记背后是一件事 努力向前是一件事 你怎么会说是一件事呢 保罗的眼光里面 保罗的看法里面 他没有把它当这是两件事 因为如果一个人只是常常忘记背后 却不努力向前呢 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就没有成长 如果一个人只是努力向前 没有忘记背后 一直活在他过去的成功里面 一直活在他过去的失败里面 他也不能成长 所以呢 忘记背后和努力面前 不是两件事情来的 是一件事情来的 然后这两者呢 不能分开的 一件事 代表什么呢 一件事说明什么呢 一件事说明很专注 不看别的 也就是一心一意的 不是三心两意的 三心两意的人啊 是没有力量的 唯有专心的人充满力量 因为他把所有的力量 专注在一个地方上 只做一件事的人啊 总是走在人的最前端 因为他专注在那一件事 保罗专注一件事 他没有让第二件事来缠绕着他 他只有一件事 向着目标 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继续来看经文 你是独一无二的 兄弟们 十三节 我不是以为啊 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首先保罗说 弟兄们啊 这里保罗说 弟兄 我的弟兄 我的弟兄们 这并不是写给外面的人 也不是写给其他的人 是写给主内的弟兄 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跟你旁边讲 他是在讲 这经文是讲你的 所以呢 这个经文呢 是写给我们的 就是一件事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然后呢 在希腊言文 希腊言文 这以为啊 叫 Logisomai 这Logisomai的意思就是 言文的意思是 有打算 什么打算呢 就是经过仔细研究 推理过后 而得着的结论 保罗说 我不是已经 打算 已经算好了 我已经得着了 我以为 我认为 我打算 我推理 我已经得着了 今天我要告诉你 这个是光明日报 第一月份的报纸 全国 全世界 人口有70亿人口 请不要告诉人家 全球人口 50亿已经过失了 现在人口 已经到70亿了 OK 全国 70亿人口 就在牧师这一分钟 讲到的这一分钟 有94千人来 来到这世界上 94千 94千的人 出生 这一分钟我在讲到 有94千人 来到这个世界 这些人呢 拥有不同的DNA 他们有不同的手指纹 也就是说 上帝利用他 无穷的创造能力 然后呢 把他们造出来 所以呢 上帝创造我们 是独特的 这世界上 没有人能够模仿你的 我不能模仿刘德华 讲话像刘德华一样 因为我不是刘德华 我不能模仿到他的 同样的刘德华 也不能模仿 买个赞 因为他根本不模仿不到的 因为你是 独一无二的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 这世界上也没有 第二个的你 你是原装的 阿们 你跟你旁边讲 你是原装的 肯定是原装的 你不是水化 你有用 看符你知道 你不是水化 你不是AB的 你是原装的 Original Orangina 原装的 然后我们的神 不是宗教 他不看重形式和同意 因此感谢神 我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不是没有分别的 最起码 分别在那里 他是女的 我是男的 虽然我们各不同 但是我们有分别的 为什么神创造你我 和其他人不同呢 根据数学家 来看 一个东西的价值什么 就是说 如果东西越少 那个东西越少 那个东西越值钱 对吗 明白吗 就是 我们的中国人 说的一句话 物以稀为贵 东西越少呢 这个东西产量越少呢 就越值钱 比如说 钻石质不值钱 钻石质钱 金条质不值钱 金条也质钱 石油质不值钱 质钱 你不能在笼糕里面 随便找 哎呀 钻石啊 随便都可以找得到的 钻石不是这样找来的 金条也不能在随便 垃圾堆 哎呀 随便有金条 不是这样的 石油也不是随便 打开你家的那个水龙头 哎呀 石油跑出来了 不是这样的 所以因为它很难找 所以它就很值钱 不是那里都有 我们继续看下去 因为上帝造我们是独特的 和以众不同 所以 他不要我们失去自身的价值 不要让魔鬼贬低你的价值 透过消极的思想 透过那些不应该的想法 叫你放弃神 叫你放弃上帝的话语 叫你放弃你的家庭 叫你放弃你的事业 叫你放弃你的生活 甚至放弃你自己 根据最新的报导和统计 未来十年 我国马来西亚呢 要自杀 将要成为我国的首号杀手 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心脏病是我国的首号杀手 可是在未来十年以后呢 自杀要成为我国的最主要的 头号杀手 现在每十万名的活人中呢 有十五个人自杀 然后在最近的一个叫做 调查问卷里面 有三千人的调查问卷里面 有二十八千的人 有想过自杀 从2007年以来到现在 活人呢已经取代 阿布尼尼 印度人自杀的倾向越来越多了 以前2007年之前呢 都是印度人去自杀 来到今年2001年 很多活人跑去自杀 自杀 成为以后社会的最主要的问题 意思是说 将来会有许多人死在自己的手里 多过其他的引力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意义 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当我做一个demo 你就明白了 我手上有一张五十块 我打算把它送出去 要吗 当我还没有送出去 我把它弄给它揍一点 揍一点 还要吗 要吗 让我告诉你 这个五十元钞票的历史 在它被造的那一天开始 就被滥用 和错误的使用 它曾经用来毒品交易 它曾经用来买罪打老婆 它曾经用来贿赂 它曾经用来不良的企图 也曾经被偷过 这五十元经历了许许多多的 糟糕的环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不知道你们各位 还要不要我手上的五十块 我要打 我真的要送出去 还要吗 要吗 要 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要 因为这五十块的价值 不在于它经过了什么状况 它的价值是国家银行所定的 国家银行说它是五十块 它就是五十块 所以它仍然质五十块 因此我决定不送出去了 我送回了 所以你的价值不低过于一毛钱 因为你的价值是上帝定的 你的价值不在乎你经历多少而改变 不是你以前有多么成功 或者你现在有多么的失败 而是创造主为你量身定做的 你的价值是耶稣付出宝血 将你买回来 它的使证明你对它很有意义 跟旁边的人讲 不要想不开 主说你很宝贵 没有说服力 跟旁边讲 不要想不开 你很宝贵 所以不是你老公说你资多少钱 不是你老婆说你资多少钱 不是你的孩子说你资多少钱 不是你的家人说你资多少钱 不是你的上师 你的老师 你的同事 你的同学 你的朋友 说你资多少钱 现在我要你做一样东西 拿着你的手指 来 拿着你的手指 那指在地上 然后你跟着我一起说 魔鬼离开我去吧 不要再欺骗我了 上帝说我有价值 上帝说我有价值 不管你怎么说 不管你怎么说 好像你们不是很相信这样 圣诞 不是圣诞 撒旦呢 要我们活在过去里面 和向往未来 但是上帝要我们活在现在 此时此刻努力向前 撒旦也让我们希望自以为已经得着了 当你以为你已经得着了 换句话说你已经饱足了 你吃饱了 你吃饱了 你够了 你就不想再追求 不想再努力向前了 保罗说一个真正有追求的人 是永远不够的人来的 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人 是对自己没有把握的人来的 如果你对自己太有把握 对不起 你可能走错路 撒旦最喜欢我们坐静静 撒旦最喜欢我们饱足 他就喜欢我们说够了 他喜欢我们动也不动 撤采喝他的口味 他讨厌我们努力向前 上帝从来没有满足于现状 对我们的成就就满意 他要我们往更高的领域前进 所以保罗承认自己还在追求当中 连保罗上帝的仆人 他说我仍然在追求 不是说我已经得着 我仍然追求 他没有把握说 我已经讨厌得着 他说我仍然在追求 他也不要我们忘记 以往的失败 一直不能从错误出来 常常活在失意里面 基督信仰不是墙壁的 基督信仰是你必须要有 这种的堂见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你里面有神的能力 弟兄们啊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在得着 在希腊言文叫 意思说很密切地抓住 管有和达到 保罗在这里啊 描述说他在追求 去抓住他 去抓住他 这个有点像 好像一个助球员这样 他去追赶对方的助球员 从对方的那个脚的球 那个球把他抢过来 然后占为己有 这样的意思 所以保罗说 得着并不是很没有利益的 得着是那种的追求 要超越的 保罗使自己劳 让基督牢牢地抓住自己 他愿意让基督完全地俘虏他 将他捕化 而被拉下归自己 我觉得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 不是东中的石油 也不是南非的金矿 你知道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 在那里吗 你要去吗 我介绍给你 我觉得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 是坟场 埋葬死人的地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埋在那里的 还有写没有完的书 埋在那里 还有很多没有视线的梦想 埋在那里的 还没有发生的想法 埋在里头的是 还没有达到的心愿 埋在里头的 还有很多没有做完的事业 人躺在那里 带着他们的潜能 带着他们的梦想 带着他们的理想 带着他们的愿望 热忱等等 下到地里去了 所以耶稣说 你们要去使瞎眼 看见哑巴说或耳聋听见 长大 竭竞长大麻风的 还有叫死人复活 在属灵角度来看 今天我们一样也叫死人复活 我们叫死的婚姻活过来 我们叫死的生命活过来 我们叫死的盼望活过来 我们叫死的梦想活过来 我们叫死的才能和才干活过来 这些通通都要复活 我们也叫那些不被重视的 不被看好 不被肯定 全部活过来 我们每一个礼拜 聚集在这里 就是死死人复活 我们是死人 死死人复活的专家 阿们 我们把人所放弃的希望 人所放弃的热情 人所放弃的梦想 人所放弃的情感 人所放弃的家庭事业 才让人的依据的全部复活起来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家庭 跟旁边的人讲 你是死人复活的专家 所以请你不要带 你一定要把人带进家庭 不要把人带进 不要把人带进 坟墓里面 你不要把人 不要替人家主持上你 有时候人家来教会 如果看到你们的样子 哎呀 我还要信耶稣 好像有不对路哦 看你们信耶稣 信到这样不开心 不高兴的 我哪里还敢信 我们要把人带进教会 不是把人带进了 那个坟墓里面 而是令他们 再次活过来 我们让他们知道 他们是有价值的 他们是有希望的 在他们最糟透的日子里面 让他们知道 神仍然站在他们那里 在他们最糟透的日子里面 让他们知道 他们是有价值的 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好的消息 我们不用告诉他 有多不好的消息 他们自己翻开报纸 每天翻开报纸 有自杀 有被欺骗 有的被强奸 有的什么 很多不好的消息 都在报纸里面了 教会不需要再讲坏消息 不要告诉人家说 哎呀你还悲信耶稣啊 你会下地狱啊 我们不要再告诉人家 这个坏消息 我们需要告诉人家 好的消息 因为他们需要 他们不需要知道 他们有多坏 因为他们自己知道 有多坏 他们也不需要知道 他们有多糟 因为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有多糟 教会需要传好消息 世界需要好消息 跟旁边的人讲 要传好消息 而这个死人复活的工作 是政府不能做的 我们城市的领导 也不能做的 我们的教育也不能做的 因为死人复活 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才能够复活 就好像以前我去教会 为什么我会去教会 然后我会信耶稣 你看到我的见证 你知道我以前是个坏蛋 残黑社会 被人两次被人拿西瓜刀 砍不死 一刀一次拿八人刀砍不死 为什么我去到教会 我会待在教会 而信耶稣 因为我去到一间教会 我去教会 因为感受到爱 以前你做坏蛋的时候 没有人称赞你的 没有人说 哎呀 某某弟兄 我欢迎你 买个赞弟兄 我欢迎你 你真的很棒 然后抱抱你 然后跟你握握手 今天教会不要失去那个功能 不要失去那个功能 教会应该是传递爱的地方 教会是应该传递意向的地方 教会是应该传递希望的地方 教会应该传递上帝的爱的地方 我们继续看下去 然后最后一个 发现未开发的能力 努力 在希腊言文叫 Dioko Dioko的意思是说 指的是 跟从用力追逐 认真群奋地追求 以获得成就 达到愿望 所以大家要讲坟墓 坟墓买的是什么 坟墓买的是潜能 潜能是什么 潜能就是 还没有开发的能力 潜能是 还没有用的力量 潜能是 还没 是隐藏 是隐藏的力量 潜能是 还没有用到的成功 潜能是 还没有用到的能力 上帝充满无限的潜能 意思说 神隐藏着他的能力 上帝不轻易地 张路 显入他的能力 他不需要 割自己的舌头 来证明他是 神 他不需要用刀砍自己的脖子 来证明他是 神 他不需要用剑 刺自己 来证明他自己有能力 潜能是 真正的你 但没有人知道 潜能能够让你走得更远 可是你还没有开始走 潜能是 能完成的事 但你还没有去完成 潜能不是 曾经做过的事 你做过的事 已经不能称为潜能了 你之前做过什么事 上帝没有兴趣 上帝比较在意你还没有做的事 当你一再重复做同一件事的时候 上帝会发问说 有没有更新的 我们来看一些经文 圣经讲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力 未见之事的却具 圣经说 那些还没有看见的 还没有 还在盼望的 你去做 才是有信心 许多人只是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不敢做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事情 许多人只做他有把握的事情 没有把握的事他们就不做了 重点命 你当学习 当你做习惯 做的事的时候 你就是没有信心 失去信心了 如果你失去信心的时候 圣经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业 当你失去信心的时候 你就是失去讨神喜业的心 人常常说 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 我没有这方面的感动 也就是说你放弃了潜能 上帝要把这潜能放在你身上 你放弃了 你放弃了 努力向前的机会了 就好像我们每个礼拜都在唱歌 但是那首歌你唱得太丑的时候 太丑到关眼睛都能唱的时候 你已经是不用再用信心了 你已经是不知道你是真的感情 还是假的感情了 因为你关眼睛都能够唱 所以为什么教会常常要唱新歌 因为你重复做同样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不用用信心 做过的事是不需要有信心 圣经说 没有信心就是罪 你任何的服事 任何的奉献 任何的生活态度 任何的工作精神 如果一再重复的话 神说 你不再逃我死了 你已经停顿下来了 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冒险的精神 你不再依靠我了 你不再动了 你不再成长了 牧师还没有在做牧师之前 我曾经在光明之报做过编辑四年 我去应征 那个我的老总 我的上司很喜欢我 我就去上班了 去上班的第一天 那时候光明是第一家报馆 全电脑货的操作 其他的报馆还是用 粘质来把板排起来 然后我去的时候 我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 我去 他的电脑是操作电脑 他们才发现到 我是用一只手来操作电脑的 我的右手右脚不能用 天生的 然后 我的老总就跟我讲 很抱歉 报馆很讲究时间 很讲究时间 如果你把板排不起来的话 你就影响到整个报馆不能出报纸 所以因此我不能聘用你 那时候我还没有做牧师 但是我已经信了耶稣 比如我跟他讲 老总 今天你请我来 证明你有眼光 你相信你自己的眼光 如果你今天把我辞掉 你就是对你自己的眼光没有信心 好吧 我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也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 我们彼此给彼此一个月的时间 我自己去赏识看 我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如果我不能胜任的话 我自动辞退 辞掉这份工作 从那一天开始 老板 我的上司也答应了 从那一天开始 我每天拿闹钟去散办 请问你们做工那么久 有些人还在读书是吗 你们有拿闹钟去散办吗 我是第一个拿闹钟去散办的人 你说你拿闹钟去散办做什么 因为我要待摩师一时间 我记得我第一次排版 什么叫版呢 就是整篇的报纸叫一版 我排完一版两个小时 根据他们的时间的要求 两个小时探某家了 肯定不能做 所以我就跟那个主任 新闻主任说 新闻主任 你有没有那个版 是天亮才出版的 不用赶的给我排 我就找那些版 不赶的来排版 然后每天都在这样去做 拿闹钟来time自己 到一个月之后 我排一个版 完成一个版 十五分钟 从两个小时到十五分钟 可以给鼓掌一下 这证明你们是什么 证明你们是吝啬的 你没有欣赏人家 没有鼓励人家 要学习的 这个环境要学习 教会就是给人肯定 给人欣赏 从此以后 我的上司说 他跟我搭配 我真的看走远了 你一边手 十五分钟 能够排一版起来 从此以后 他每次要 应征录取新闻 他都指着外面 指着我 那你看那个人 杜毙大怀的 一边手排版 十五分钟 我相信你 你会比他更好 然后都是 新闻的由我来讲 我已经离开报馆 已经整十多年了 我在那边四年 我这四年里面呢 从来没有人 突破我的 我的记录 十五分钟 排一个版 还两只手 都不能比我还快 我今天要站在这里 告诉你 并不是告诉你 我多厉害 我是要告诉你 我愿意让上帝 在我身上赏赐 潜能 我能够 发出一边手 能够排十五分钟的版 并不是说 我有什么了不起 我只想告诉你 上帝能够使用你 来发展潜能出来 你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你对自己 没有把握的事情 你可以相信 耶稣你能够做的 因为上帝创造你 你是独一无二的 很多人不敢 让上帝来使用他 上帝很乐意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让上帝用那些不可能的事情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兄姐妹 你们的条件 自身的条件比我还好 我要做牧师啊 我都比别人还要辛苦 都不能驾车 但是我从来没有 没有因为这样而 而因为这样来说 我不行 那个不行 我从来 你从来没有从我口中说不行 听到不行的东西了 不是我好胜 是因为我相信 上帝能够从我身上发挥他的潜能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没有求 哦 sorry 还有一个经文 就一个经文 圣经说 神能照着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今天 兄姐妹 你有没有求上帝啊 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只是求啊 那么好 都都厚 我们没有敢敢跟上帝求 超过我们所求 和所想的 圣经说 当你没有跟上帝求 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这不是神的问题 这是你的问题 有人说 我不要贪心 我不要求多多 当你向神求 没有求超过你所求 所想的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 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贫求 你看不见你自己是 属灵的破草 你以为你自己还贫 第二 你就是没有看见 上帝是那么富有 那么丰富 想要祝福你 连祝福你 给你红包 你也不要 只有两个原因 我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 找不到 几时上帝 责骂 责打 那些向神求 超过所求 所想的人 过责备那些 超过所求 所想的人 上帝不会说 你这个贪心的人 我责责你 你太过分了 你的信心太多了 你求太多了 我从来没有 从圣经里面看到 耶稣在骂 有信心的 相反的 上帝不断地责备 不断地骂那些 不敢相信 不敢求 因为他们 怀疑和不信 他们的 消极的思想 和胆怯的心 影响他们 不敢求 我希望成为 第一间教会 被上帝责备的人 我也希望成为 第一个人 被上帝责备的人 说 你的要求太过分了 你的信心太多了 你的爱心太超过了 你的奉献太多了 你的服事太过头了 你的关怀太高了 停下来 但我告诉你 这些事情 我所讲的 都不会发生 因为上帝说 我做的 比你们所求 所想的 还要大 上帝也不感兴趣 你能够做什么 因为他知道 你可以做得更大 所以不要再太在乎 别人对你 任何的评价 不要太在乎 人家怎么标签你 你的人生舞台 不管 人家给你多大的掌声 或者许生 记住 那不是一次过 的舞台 可以决定你的成败 别太在意 你的观众 要仰望耶稣 他不会在你 失败的时候 那边 拍张 因为耶稣是爱我们的 还有 你每一次的演出 人或许会缺席 但耶稣从不缺席 他一定看着我们 我们一生下来 我们便是 他讨喜业的对象 唯有他知道 我们能够做什么 只等到他站起来 大声拍张说 干得好 继续下去 努力前进 继续成长 我们在世上 不是跟人比较 我们很可怜 他们常常跟别人比较 比有钱 比厉害 比财干 我们在这个人 人世间 是要完成 上帝所给我们的任务 不是来比较 我从来不跟别人比较 所以我活得很快 我们不能穿别人的鞋 别人的鞋 在我们脚上 是不合适的 我们每一个人 神都给我们一些能力 而我们不知道 这个能力 竟是属于我们的 所以我们过着 失败和失忆的生活 我们从小到大 被这样的教育 你要好好读书 你要好好工作 好好娶个老婆 好好嫁一个老公 好好地生活 然后好好地死去 这叫无好 无好的人 上帝不要我们 我讨厌 我个人 牧师讨厌普通 因为上帝也讨厌普通 让我告诉你 你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上帝把你造成这样的 上帝在这世界上 是收集破烂的大专家 每一次人类 把丢掉的东西 的垃圾 他总是捡起来 重新磨过 来使用 其中一个 就是站在讲台的我 我曾经是垃圾 我曾经是社会的败类 人家看不起的 人家不看好的 上帝重新来用 拿起来用 来今天来使用 来护士他 为什么 因为他把能力 放在我们里面 耶稣走向 各个他山上 为我们死 不是因为他好心 乃是因为 他在我们身上 有个死亡 换句话说 他将能力 托付在你身上 你一天 一定要回答他 我给了你能力 你到底做了什么 最后 用五分钟的时间 我给你看一个 短短五分钟的短片 这短片是讲到 美国 苹果 公司 电脑的 创办人 Steve Jobs 他最近才去世 我给你看 他的心理路程 他怎么样 在恶劣的环境里面 来 面对 他的人生 到 到他最后 他中了这 疑脏 癌 的时候 他还为 他生命来 拼斗 我希望 我希望这短片 鼓励你 就在 昨天 苹果公司 失去了 他的剃造人 和他的复兴者 IT 失去了一位天才的计算机狂人 和一位无与伦比的营销大师 而整个世界失去了一个满腹奇思妙想的实践者 一个引领科技潮流的艺术家 一个与并魔抗争 并替造传奇的英雄人物 史蒂夫 巧布斯 去世了 今天 当无数的苹果用户像往常一样打开苹果官方网站时 映入他们眼帘的是这样一张简单的人物照 招牌式的黑色圆领T恤 普普通通的圆框眼镜 还有镜片后面自信睿智平和的双眼 他是史蒂夫乔布斯 1976年 在自家的车库里 21岁的乔布斯用自己设计的电路板 和一个廉价的处理器 组装出了Apple一代个人电脑 他变卖家产筹得1300美元 为自己的第一款产品实现了量产 从此 乔布斯传奇便一发不可收拾 1977年 趁热打铁的Apple二代问世 几年间售出数百万部 1980年 苹果上市 1984年 麦金托石电脑 为行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 然而 上年得志的乔布斯 很快便遇到了事业上的瓶颈期 强大的竞争对手 差强人意的业绩和权力斗争 让他在1985年黯然离职 随后 乔布斯专注于开发高端工作站 而苹果的状况 却在与微软和IBM的竞争中 每况愈下 甚至岌岌可飞 1997年 经过一系列运作 离开整整12年的乔布斯 夺回了苹果CEO的职位 开启了一次王者归来般的苹果复兴好戏 如今 苹果的各类电子产品风靡全球 Mac电脑 iPhone iPad iPad 每一款产品都做到了技术与艺术 实用于美观 新潮与经典的有机结合 可以说 乔布斯的创业史就是一部个人电脑和IT业的革命史 乔布斯的所有成绩都是在巨大的逆境中取得的 他是一名私生子 他没有完成大学选业 他被自己创立的公司炒鱿鱼 但最令人钦佩的是 在苹果发展最为迅猛的近八年来 他每时每刻都在与一线挨斗争 如今他已经与世长辞 但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却丰厚无比 尤其是在科技和商业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乔布斯一直将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基础 Apple一代电脑使用电视作为显示系统 脉筋托时可以通过窗口菜单等方式方便操作 LISA电脑首次使用鼠标 iPad首创大容量MP3 如果没有乔布斯 你们只能靠在键盘上输入死机硬备的DOS命令来控制电脑 世界将远非是今天这个模样 第二乔布斯坚持自己的产品特性 从不模仿从不妥协 苹果电脑从诞生起便独树一致 即便在几乎所有电脑都使用IBM的X86架构和微软的Windows时 乔布斯依然坚持自己的硬件架构和操作系统直至今日 乔布斯的特立独行终究打造了一个不与世俗苟同的苹果 第三乔布斯巧妙地将艺术和科技嫁接 将文化和产品融合 乔布斯的团队拥有人类学 艺术历史和诗歌等多学科的教育背景 这使得他们的产品除了工业科技味道外 更有浓重的人文色彩 乔布斯注重产品的内在韵味 成功地将简约方便快捷新潮等元素渗入产品中 使得苹果这个品牌和都市流行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最终横扫市场 所以我们常常他我们从这个 Steve Jobs的身上我们看到一样东西 他敢于不是一往即长地活在他的过去 而活在习惯里面 他总是想与别人不同的想法 敢去创新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他坚持他的理想就是他的Apple 我问过Apple的人我本身有Apple的人我明白 这不跟其他Windows不能沟通的 可是他仍然得到他的思想 所以没有今天我跟你讲 不管你人生面对什么的困境 还是在这时刻你遇到什么难题 我要告诉你 今天不是偶然是上帝特别把这个信息架在我身上的 在你里面有钱人 上帝把这能力放在你心里面 你可以改变你的状态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上帝就是成为一个大骗子 上帝说 他在你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 充充足足的叫你们所求所想的 都能成就 让我们站立起来 多多好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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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暇 终酱 最好 Lindsay 我